可能大家都知道 HTML5的API一直在持续的进化着 那么相应着Converse作为HTML5的一个重头戏 它的标准也在一直更新着 那么每一次新的更新 其实都伴随着新的功能的引入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讲的所有的Converse API 都是已经被大多数最新的浏览器所实现了的标准 但是如果我们去查阅Converse的最新标准 就会发现Converse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新的特性 对于这些特性 有的浏览器已经开始在逐步的实现 而有的还并没有被实现出来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Converse的最新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W3C所维护的HTML5中Converse的RD Context这一部分的标准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页中进行查询 那么其实由于历史原因 Converse标准有两份 分别由W3C和WattWG两个组织所维护的 那么关于这段历史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阅一下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到这个网址来看看 W3C所维护的这份 ConverseRD Context的标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所浏览的网页 就是W3C对于ConverseRD Context的标准 那么在这个网页的开始 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一个简单的这个索引的目录 可以看到我现在浏览的是Latest Published Word 也就是最后所发布的版本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也可以看这个Editor's Draft 那么是一个草稿的版本 里面可能会比这个最新发布的版本有更多的内容 那么这份文档呢 其实被维护的非常好 除了Obstract Status of this Document 等这些简介性的信息之外 还有一个Table of Contents 那么其实是这份文档的一个目录 大家通过这个目录呢 也能看到我们之前学习的很多东西的影子 比如说像Light Styles Text Styles Building Path 相信学习了这个课程 大家对这些概念的并不会陌生 我们在这个目录里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Shadows 那么我点击就会索引到相应的位置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和Shadow相关的这个四个属性 它们的作用 以及一些更加详细的介绍 包括实例 使用方法等等等等 另一份Converse的标准呢 是由WhatWG维护的 那么大家呢 可以通过这个网址来查询这一份Converse的标准 大家很快就会发现 这一份Converse的标准中呢 会包含更多的有意思的 我们之前没有讲过的 甚至是浏览器尚未实现的这种函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页面就是WhatWG所维护的HTML5的标准 要注意的是 这个页面是WhatWG所维护的整个HTML5的标准 而不仅仅包含Converse 所以呢 这份文档呢 是非常非常长的 大家从右侧的滚动条呢 可能就能看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搜索一下Converse 可以看到Converse呢在这个位置 4.12.4的位置 那么大家可以呢通过索引 跳转到这个Converse的部分 来查看Converse的内容 那么这份文档刚开始呢 介绍的是Converse的内容 之后呢才会介绍converse.context 也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绘图上下文环境相关的内容 也是一份非常丰富的文档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份文档的4.12.4.2的部分 介绍的是The 2D Rendered Context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使用的这个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可以查到context相关的所有的函数 那么大家仔细的浏览一遍就会发现在这里面呢 有很多我们所没有介绍的API 那么我们没有介绍这些API呢 并不是因为我们把它遗忘了 或者是说它用的少 很多API呢很有可能只是标准刚出现 但是呢浏览器并不兼容并不支持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不妨试试看 那么在这里呢我带领大家尝试这样一个函数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在Converse Path Messers 也就是Converse的路径绘制方法中 除了我们之前讲过的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包括Close Path,MoveTo,LiveTo,QuadraticCurveTo,BizierCurveTo,ArkTo,Rect,Ark等等 还有一个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没有介绍的函数 叫做Ellipse 那么Ellipse就是绘制一个椭圆 事实上大家从这个API的位置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在后来才加入到Converse的标准中的 那么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API所需要传入的参数 包括X,Y,RadioX,RadioY,一个Rotation,StartAngle,EndAngle,还有一个AntiClockwise 整体上非常像Ark函数 除了这个半径需要RadiusX,RadiusY,两个半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编程尝试一下 看看Chrome浏览器是否支持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程序非常简单 在获得了Context之后,BeginPath之后 调用我们刚才在这个最新的WhatWG所维护的文档中 所看到的Ellipse这个函数,它传入的参数包括X400,Y400,RadiusX我传入的是300,RadiusY我传入的是200,Rotation0,然后StartAngle是0度,EndAngle是2π 这样应该就绘制出了一个椭圆形 最后我调用一下Stoke 大家看看此时这个程序在Chrome浏览器中影响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椭圆就绘制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那么同样是这个程序 下面我们看一看它在Fairfox浏览器中所运行的效果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Fairfox浏览器运行中只把Converse的外边框绘制出来了 而其他的却没有绘制出来 那么是不是这就意味着Fairfox这个浏览器不认Ellipse这个函数呢 下面我们继续来实验一下 我们在这个代码具体的绘制椭圆之前呢 加入这么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的是首先看一下Context有没有Ellipse这个函数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这个WebStorm 把这个IDE本身代码的自动提示呢 已经没有Ellipse这个函数了 那么可以看出来Ellipse这个API这个标准呢 其实是非常新的 那么我只要加入这么一句话 这样一来只有当当前的浏览器认识Ellipse这个函数才会进行无下的这个绘制代码 否则的话呢 在这一头我只是简单的进行一个alert的处理 我alert出来一个noEllipse这样一句话 那么有了这样的修改 我们再看一下在Fairfox中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弹出了noEllipse这样一个dialog 可以看出此时我的电脑上装的这个版本的Fairfox浏览器 确实不认context.elipse这样一个函数 有了这样的方法 大家就可以对着converse最新的标准去一点一点的实验 先在WordWG所规定出来的新的API中 哪些被浏览器实现了 哪些没有被浏览器实现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酷 而且有一种走在了时代前面的感觉 大家加油